到底哪一區的切拆案件最多 那表示那一區的治安罪相對的應該是比較差的啦 為什麼會失竊 對不對 失竊跟警察的這個什麼盜警率有沒有關係呢 跟那個攝影機的多管有沒有關係呢 等等的啦其實都有嘛 因為如果小偷想偷東西 他覺得很困難容易被抓很容易 那當然他就會比較會警惕一點 所以要怎麼樣改善自然 那我們現在不是我們是要利用開放資料 去了解一下一些客觀的這個結果的話 比如說哪一區 所以如果哪一區那你勢必你就要多一個欄位 區的這個欄位沒有區你怎麼去統計對不對 第二的話哪一條路或接或到切案最多 OK其實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吧 十十八九哪邊常常有切案 常常那個感覺好像治安很差 林森是不是那一代嘛有沒有 就是深色場所不知道啦 拆應該可以拆得出來應該是那邊嘛 那哪個時間 因為他剛好有個欄位 這個欄位不需要 那甚至你可以做一些交叉分析 區跟街的交叉分析 那比如說哪一區最多啦 其實我這邊是有畫出來 是用樞紐分析圖做出來 看起來應該中山區 百分之十三吧 OK 那哪一個區最少 那可以看出來就像什麼大同區版 OK 不過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你他要跟什麼 因為有些區比較大 所以人口多 那相對的呢 切案多是必然的 所以是不是還要再加入什麼 人口比例 對啦 可是問題我們這個就更複雜了 對 如果你 那其實開放資料 應該也有人口比例的這些相關資料 你再去把它拿來跟這個做 兩個交叉的比對 那會更精確 可是我們重點不在這裡 後面的話做的話就很複雜了 OK 那另外的話可以用圓柄圖 甚至你可以用紙條 紙條圖大概呈現出來就是哪個多哪個少 你可以再把它做一個排序 多的放前面少的放後面 你可以看出來 OK 新一區好像資安比較稍微好一點點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市政府在那裡嘛 是不是 就是也有差別 然後另外的話 哪一條路切案最多 你會發現 中山北路 剛好中山一分局是不是 那邊聽說好像那個資安 最容易出一些 還有什麼 中校東路 南京東路 OK 等等的 那另外的話比例部分 哪一個時段切案最多 其實也可以馬上分析 甚至做一些交叉分析 你可以用紙條圖結合這個什麼呢 這個有點像圓形圖一樣 把那個比例跟數量都把它放在一起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解決剛剛的 那兩個欄位的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在這個地點的前面多增加 插入兩欄好了 OK 那這兩欄的話就區 區比較簡單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插入函數用MID 這個應該是文字類裡面的函數 你找到那個MID MID的話呢 大概給三個資料 第一個是哪一個地點 第二個是STAR NUMBER 哪一個 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開始啊 一二三 應該是第四個字吧 我們要幾個字 區好像剛好三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區長度不一樣的話麻煩了 還要判斷 可是剛好還好都三個字 所以區的話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你有區的話 馬上就可以做統計分析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比較麻煩了 就是這個路接道 路接道這個比較 這裡的話 其實我只是歸納 它的那個什麼 一個規則 你會發現 就是說 它基本上 在 哪一條路的前面 可能是 有沒有 這個是里 有沒有 那下來這個是0 那另外的話 可能這個就是區 也就是說 它有三 可能 可能有三種可能性 如果我要開頭嘛 就像錢瓜糊 錢瓜糊的話 只會有一個錢瓜糊 比較單純 但是呢 這邊比較麻煩 它的前面那個 可能是這三個其中一個 而且這三個 又有順序的哦 也就先會 早的話一定是先0 有沒有 如果沒有0的話才是0 沒有0的話才是區 所以它有一個順序哦 那我要怎麼樣 剛剛好可以抓到前面這個字 有沒有 然後再來去抓後面這個字 有點像後瓜糊啦 有沒有 那後面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路 可能是接 可能是道 剛好有這三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有頭有尾 然後最後怎麼樣 再把它切過來 不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這個資料了嗎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也會過濾掉 這個不就跟之前那個 前瓜糊跟後瓜糊的概念很像 只是說呢 又更複雜啦 OK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要判斷 所以呢 要先找 所以要先找的話 一定是先fine 所以我們就是 先fine0 所以我們先從這邊 有0 先從0的這個地方開始找 假設我們先用什麼 文字類裡面的fine fine什麼呢 先fine 如果fine test fine0 0這個字 其實這個好像還蠻複雜 V11在哪裡 在這裡面 有沒有找到 有第11個字 然後按確定 然後呢 所以如果我要把那個 中程度這個資料 切過來的話 那我就什麼 一樣嘛 用mid把這個剪下來 然後再一樣放到mid裡面 可是問題 可能 會需要 假設其他的那個資料裡面 沒有0 有理的話 所以把它剪下來 所以再來做什麼呢 做判斷 如果 可以插入 邏輯部分 所以後面的話呢 你們可能就要用什麼if 如果 他 你更正一下 應該是if air 因為如果說假如 他fine 他找不到0的話 那這個時候 你要跟他講說 如果你找不到0的話 你再去找理 所以 if air 好 那把這個資料貼上去給他 這個表是有找到的 那假如呢 沒找到的話 那就幫我找什麼 所以貼這邊 再幫我找什麼 找區 對不對 跟正一下 應該是先再找理 有沒有 OK 所以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往上填滿 應該會 有沒有 這邊找他沒有0 沒有0對不對 那就幫我找到理 有理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為什麼錯呢 因為他沒有0 也沒有理 所以發生錯誤 所以如果 像他沒有0 也沒有理怎麼辦 那發生錯誤 所以還要再做一件事 把剛剛的過濾的部分 怎麼樣 再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過濾 什麼過濾 再貼上 這個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呢 把剛剛的fine這個 fine的這個 到哪裡呢 到後刮弧前面這裡 把它貼過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就幫我再去fine什麼 fine區 所以這個是第三次的過濾 有沒有 這個先找0 如果沒有0發生錯誤的話 那就找理 如果理也發生錯誤的話 那就幫我找區 有沒有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往上填滿 往下填滿 應該就是全部都會找到 開頭的那個字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尾巴那個字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 就是直接再把這個公司 把它剪下來 這個有點困難 剪下來之後 我直接用mid好了 這個有點像那個 錢瓜糊的那個mid 再來就用那個mid 文字 裡面的話我們用mid mid的切割嘛 切割的函數 切割的話 我們要怎麼切割 第一個test 一樣把這個給他 第二個 這個star number就是把剛剛那一串公式貼過來 但是我們會找到的是那個字的前一個 前一個 對有沒有後一個 所以怎麼樣 後面加1嘛 加1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去找 路接到這個字 有沒有 所以呢 其實我有個方式 因為路接到的邏輯有沒有 跟這個什麼呢 剛好跟零里區 邏輯呢 幾乎是一模差不多相似的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如果沒有路的話 意思是先找路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公式貼過來 然後呢 讓他先去找路 如果呢 沒有路的話呢 就幫我找街 OK 如果沒有街的話呢 那就幫我找什麼 找到 到那時候沒有想到 因為比較少那個什麼 一般就是什麼路什麼街嘛 後來發現原來還有市民大道 還有一條 叫做凱達格蘭大道 就在附近 可是這邊應該是找不到那個 住宅窃到案件失窃 因為那邊絕對不可能失窃 小偷應該沒有跑去那邊偷東西的吧 可能還沒有想偷東西 就已經馬上被抓起來了 OK 所以只有市民大道 OK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等於是把這個貼過來之後 改路街道之後 減下 減掉什麼呢 再貼一次 有沒有 你會發現 萬寧街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不過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全部OK了 只是說公式這麽長 你記得 我再重點回顧一下 一 我們是先fine0 再把fine0 外面再包ifl 如果找不到0 就是再去找理 在外面再把這一切剪下來 在外面再包一個ifl 然後呢 再去讓它找區 然後貼到mid的裡面之後的話 讓它下一個字 然後呢 逗點後面是幾個字 就是在把那個 剛剛那一串東西貼過來之後 分別把它改成路 本來是 零里區 改成路街道 就是後面那個字 減掉 減的話呢 就是剛剛 也是那一串 一樣的東西 OK 然後 最後結果大概就 就大概 如果你實在是做不太出來 或者發生錯誤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我剛剛講的 完成的公式就在這裡 來 請各位試試看吧 切一下 所以其實這一題 跟那個上個禮拜的那一題 有那麼一點點類似 只是呢 又增加了一個難度 就是把前刮弧跟後刮弧 改成三種不同邏輯 OK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要去 得到那個 你的儲存格的某一些資料 但是它是有很多的 有規則 但是不確定因素蠻多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用類似的方式 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切出來了 所以這一招其實 還蠻多地方可以這樣去套用的 試試看